继修眼睛在瞬间瞪大 充斥着无法置信的情绪 僵尸 东王谷密法吊着他的生机 他喃喃道 不 不可能 僵尸不可能避过筛查 进入天府秘境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个长斗棚修士 其人声音音冷 缺少人气 此时想来 应是僵尸无疑 所以哪怕他在心口补了一根银针 此人也未死 因为僵尸本就已死 心脏不是要害 只是 一只僵尸 怎么可能瞒得过满月坛外那么多强者 怎么可能通得过筛查 进入天府秘境 如果真能做到 那他就不应该只是这种程度而已 当然不可能 这时 赵方元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伤势牵动 使得他不得不缓了缓 才得以继续 所以他是进来天府秘境之后 才被我练成的僵尸 原来长斗棚修士一直就受他所操控 在这场天府龙弓的竞争中 他手握两份战力 却从头演戏到尾 之前这场斗棚修士一动不动 乃是因为他不小心中了招 被杀一侵蚀 僵尸失去了控制 自然就无法动弹了 其他人为了对抗幕后黑手杀一侵蚀的手段 将他救下 而他显死还生 清醒过来后的第一时间 竟还是指挥僵尸演戏 如此诚服 正因为如此 他才赢得了此刻的翻盘机会 他看起来毫无威胁了 但他从来没有失去反抗之力 因为他中了手段是真的 他的伤势是真的 但他炼制的僵尸 却仍然保留了完整的战力 发现自己再次中招的时候 他立刻就控制僵尸装死 为的就是此刻的突然袭击 而他当然不是为了救江旺 而只是因为 这是一个最好的出手时机 无论角度 方位 时机 都是完美 一下子就解决了东王谷的继修 解决在场威胁最大的人 换做任何一个时间点 只要继修稍有防备 他都不能如此轻松得手 此时照方圆的声音里难免有些得意 虽说九死独下无生人 但只要杀了你 独就解了吧 是啊 继修难难道 他感觉到那只僵硬而冰冷的手 从他的身体里慢慢抽离 作为东王谷的修士 他能如此具体而清晰的感知到生命流逝 那样一点一点 坚决的流逝 当初他是为什么学医呢 不就是因为见到了生命流逝的坚决 想要挽回点什么吗 可我 挽回了什么呢 他问自己 好像有一只雪白小手 在他面前摇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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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说 继修艰难的抬了抬眼皮 但终于再也抬不动 好 遗憾啊 僵尸抽臂 继修倒地 随着继修的死去 九死毒失去后继 那些死气成了无根之毒 只要中毒者能够坚持下去 九死毒就可以被慢慢驱散 这样的时机 赵方元当然不可能放过 他不会与其他人比拼驱离九死毒的速度 因为他进入龙宫后 第一时间冒险所炼制的僵尸 此时仍然战力完整 为了这具僵尸 他几乎动用了全部底牌 才在众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突兀杀死此人 将其炼尸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正确无比 彻底挽救败局 令他成为神通机缘的唯一选择 无论那机缘是什么 以什么方式出现 对手全没了 自然就是自己的了 而他第一个要杀的人 自然便是连阙 因为他的伤就是这赤阳俊小子造成的 而且此人极为顽强 脸上灰色又已经退到了鼻子以下 他很可能是第一个驱散九死毒的人 所以第一个就要杀他 这具僵尸没有意识 全由赵方元心念掌控 当其转向连阙 连阙立即骂起娘来 赵方元你居然偷学练尸之术 难道不怕三行弓吗 其罪当杀 其心可诛 三行弓是法家圣地 行天下不法 像这种将活人练尸的事情 一经发现 三行弓上天入地也要将其追杀致死 甚至事态如果扩大 四海伤盟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连阙这一骂娘 脸上的赤红色又撑不住了 防线上升 只得立即闭嘴 全神抵御死气尽袭 尽管情况已经如此不妙 但他仍然不想放弃 就在僵尸临近之前 努力一点 再努力一点 挣扎最后一点力量 来一次灼热的爆发 他闭上嘴 眼睛死死盯着那具僵尸 默默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赵方元笑了笑 并不搭话 只将其当作败犬的哀嚎 天府秘境里 齐国律法都管不到 三行弓又管得到谁 他得了这练尸之术 自然小心翼翼 从不是人 就算偶尔动用 自己也躲得远远的 但是在这天府秘境里 当着所有人用又如何 带得出去秘境 还不是都忘了 不 是都死了 这连雀简直蠢的可笑 你说得对 敢学练尸之法 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响起 接着连雀的话道 其罪当杀 其心可诛 这声音 将望动了动手指 心脏隐隐抽搐 早在继修过来的时候 他就准备拔剑 为了更有把握 他刻意忍耐 只等到生死一线前 只有那时候 才是继修最松懈的时候 他一见销售的机会才更大 但没想到被赵方元的僵尸抢了先 他只得继续老老实实装契若尤斯 以待时机 契若尤斯还有了这么久 尾时有些奇怪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也没有谁会去注意了 继修和赵方元 真说不上谁比谁更阴险深沉 这两个人 一个以死尸为媒介 释放九死毒 一个直接把竞争对手练制成僵尸 阴险翻盘 除了实力和谋略之外 运气也占了很大成分 都令将往赶到后怕 几生冷汗 他自存 若不是本就只在意争夺机缘 对竞争对手没什么杀心 第一波杀一亲时他就熬不过去 第二轮九死毒 若不是明竹正好及时发现死气并吸收 他此时不会比连却好多少 也是砧板上的鱼肉 而他如果没有装晕 能够避得过那具僵尸的突然袭击吗 这个问题也很有悬念 天府秘境里 最危险的不是天府秘境本身 而是这些参与探索天府秘境的人啊 这些失去了所有现实束缚 毫无顾忌的人 此时眼睁睁看着赵方元在做最后的清理 虽然目标不是他 导致他出见的距离远了很多 但他也不得不出手了 他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并且也正要出手 但突然响起的这个声音 险些把他吓出内伤 这他娘的又是谁